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节目你观看的时候旁边会有两条很粗的黑边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电视机的设定 我们的屏幕基本上用的是16比9 那为了去迎合这个设计 那手机或者很多基本上这些小型拍摄设备 我们拍出来的画面也是16比9的 而现在手机为了去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内容 我们基本上手机现在屏幕会越做越长 那但是无外乎基本上的这个画面比例是18比9 那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制作这个视频的时候不直接把它做成18比9呢 就你之前看到的画面是这个样子 而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直接把它做成18比9就可以了 不是吗 你可以看到更宽广的这样一个镜头画面 有的朋友说了 就我在看16比9节目的时候 我可以用两只这个大拇指把它zooming变成全屏 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做法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在上传到比如说B站或者油管的时候 你的画面已经做了一定的这个压缩了 那你再去zooming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画面流失很多的这个detail 流失很多的这个quality这个质量 那我们为什么不在制作的时候就直接做成18比9 上传之后大家观看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宽屏的展示 对吧 那这期节目的话就希望告诉大家一下怎么样去制作 而且你在飞你的这个Mavi Gear的时候 你拍摄的画面最终效果你把它做成18比9之后 会给到别人更震撼的一个视觉效果 而不是需要用两个拇指去把它拉伸 那这期节目的话就大家跟着我用这个后期Premiere Pro的方式 怎么去制作这个18比9的视频 现在开始 好的 当你打开你的这个Premiere Pro之后的话 我们先新建一个项目 好的 在新建项目里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中文是文件 新建 然后新建一个序列 序列里面我们选择 因为我本人使用的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4K的这个画质 那你在这个red camera里面你可以选择4K 16比9这个比例 但是先别忙着点确定 我们在设定里面要做一些修改 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画面比例是4096x2304 它这个16比9的这个比例 我们把它换成3840乘以1920 那你会看到的这个vertical变成了2比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点确定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比例是这样一个18比9的这样一个大小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我们需要的编辑的画面 比如说这段吧 好的 那你发现这一段拉上来之后它已经布满整个屏幕已经是18比9的这样一个一个显示 那你流失掉的部分实际上是上下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下的话它会遮掉一些 那你可以把它调整到一个适合的位置 那当然就像跟大家说的 这个上下裁切掉一部分其实没有多大影响 这个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就好了 如果你是16比9上传的话 那你用手指去把它布满全屏的话 那个画面的质量会流失很多 那我们还是制作的时候就以18比9来制作 好的那你导出的时候有个问题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选择文件 选择导出 选择媒体 好的 这个时候的话你在这个preset预设里面 它是没有这个18比9的这样一个画面比例给你选择的 那我们就这个格式HR64不管它 preset的话它跳出来这个MatchSource就可以了 好的那你输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刷新率是10 那我们需要在这个刷新率的这个地方 Ditor Rate Coding这个地方把它换成80 你会发现现在的这个虽然我用了最大的这个质量去导出 你会发现它最终的这个文件大小才6兆 那你把它换成80 你会发现画面变成了47兆 因为这个画面才几秒钟的时间 47兆你导出来之后同样是一个4K的画质 而且保留了很多丰富的细节 那基本上的话你点导出最后的画面效果 就是一个18比9的一个很漂亮的画面效果了 好的那这一节目基本上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有的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16比9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比如说我来讲的话我还是喜欢18比9这种宽屏的效果 这个是因人而异了并不是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那希望就是这个18比9的这个制作教程能够帮助到你以后视频的一个编辑上 好的下次再见拜拜